一点 并且 强体的材质 刷了乳雕漆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noise 这是给大家讲过的 会表现更加丰富 我们可以看一下 1 0.1 0.05 0.01 比较细腻的材质 大家会拖动 看一下 它会有这么一个凹凸的选项 如果我给大了 这个地方肯定就不合适 所以说30到50都是可以的 这种材质 我们把它定为是墙面的材质 Martier 2的材质 我们让它上面会有 覆盖成一层雪 雪的具体调节方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 首先雪的固有色 是比较偏为蓝灰蓝灰的 这个颜色 偏蓝一点 偏灰一点点 蓝灰的颜色 也是有高光的 我们把高光给它做起来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点选Martier 2的材质 进行一个材质的赋予 它会没有显示 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过多管 在Mask的地方 我们对应的将它换一张黑白贴图 用桌面上我们找到我们的Maps 找一张黑白色的贴图 这也是通道的一种表现方法 我们找一个黑白贴图 比较明显一点的黑白贴图 这一张 将其进行混合 现在我们都会看到 从这个材质球上会看到 黑色区域显示的是Martier 1的材质 白色区域显示的是Martier 2的材质 大家看一下 黑色区域是Martier 1的材质 Martier 1的材质是墙面的固有材质 白色区域是Martier 2的材质 是冰面的材质 是那个 是雪的一种材质 对吧 它通过 与它之间相互混合的这种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们很少能找到灰色的区域 所以说它没有显示叠加的一个效果 如果大家可以把这个材质 在灰色区域再做细一点点 更加能表现出材质的这种感觉 这种材质特性 不论的材质的基本调节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将它赋予给墙面 贴 这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它不显示 这是一个显示问题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心它 这样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对类似的一些图片和一些植物 或者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首先它的固有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 雪景图片 将它这个颜色调的稍稍重一点吧 稍稍偏红 偏点红 稍稍偏点红 这样要好一些 显得是比较正常 其次对简单的一些模型进行材质的赋予 包括这些石头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我们先对它进行个赋予 这之前我们 网上档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 给它指定一些贴图 指定一些石头的贴图 这些都是可以的 根据大家 这场景的理解而定 预览一下 看一下 这是 茅草 地 这种材质 不要它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也可以选择一下相应的贴图 打开它 赋予它 现在我们从相机石头来观察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渲染一下 现在渲染的时候 如果我仅仅还是按照这样渲染的话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还是替代材质 现在我们已经将光测试好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将渲染器打开 将这一步取掉 这一步也要取掉 将这一步的排除掉 所谓一种辅助工具 我们已经完了 现在我们再次进去 可以看待一些石头的材质 可以渲染稍微大一点的图片 500像素看一下 但是现在的材质的纹理不到位 所以我们要给它个UV 我们给它个UV 显示box 并且将它适配 适配一下 现在看起来就是比较正常了 一个UV 这是石头材质 石头也是烧烧 我们也会把它做的细一点点 在材质上面 我们都会要求精细 这样才能对渲染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你才能够渲染出很漂亮的橱片 可以让材质的高光强一点点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石头不要给太多的这个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石头毛边我们也可以让它稍稍的来一点点 石头的凹凸我们也可以让它来一点 这个石头老土也可以稍稍来一些 大概石头的调节方法 剩下的这些我们要逐个的进行调节 我们也是调节完了一个隐藏一个 调节一个隐藏一个 这样你才知道哪些是你已经调节过的 将这个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路灯 将这个路灯我也进行调节 这个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啊 我们进行铸铁的调节方法 哪怕看不出来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它做细一点点 包括这外头的这个玻璃 我们也可以先用这个代替 不用去管它 先把大面积的东西我们先进行调节了 首先还有这个地方 在这我们也可以给本能的材质 接下来我们对模型的UV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我们放大我们的视图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UV是有问题的 UV的比例是不正确的 我们将它选择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将其进行调整一下 我也可以单独进行调整 给它个UVMap 嗯 我们将它进行调整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UV是比较适合现在的 两米 调整一米 都调整一米 我们来看一下 调整一下 都调成一米 好 再对材质做一个相应的调节 这个材质 强体的材质 我们也可以整为微锐的标准材质 给它个微锐的标准材质 附上它 强体稍稍会有一点反射 这样就可以了 将其进行隐藏 调节完一个隐藏一个 之前我们已经放出来了 调节完一个隐藏一个 接下来对楼板进行调整 看一下 楼板进行一个调整 再一个楼板材质 楼板调节完以后 对它的栏杆进行调整 要表现的比较精细 我们可以使用微锐的标准材质进行调整 阳杆稍稍稍会有一点反射 会有点高光 会有点高光 会有点模糊反射 再次对窗框进行调整 跟阳杆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的楼板直接复制过来 相应的 这个是贴图 这个是栏杆贴图 它是以贴图代替的 我们不用管它了 顶上的花架也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木花架 花架 花架 看一张真实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架 首先花架还是从这张图片来看不是很清晰 给大家相应的制作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用微锐的标准材质进行制作 花架带有一定的非尼尔反射 我们把它加成非尼尔反射 花架的 将它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好 我们相应的对花架进行一下制作 花架的材质 我们看一下 给点非尼尔反射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我也可以点高光 也就可以了 坏掉的高光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 这样子就就可以了 模糊给一点点 给一点点模糊 这样就可以了 0.25吧 视情况而定 大家都可以这样 隐藏一个 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它的积血的材质 现在我们先不动它 现在 现在先暂时不动它 把这两个给它取掉 不要 单独给一个颜色 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一些 现在我们对玻璃进行一个细微的调整 还是以我们的标准材质进行调节 首先 固有色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玻璃是甲尖锐质的高光 围人MAP模拟米台的反射 这样都可以了 写一个必要玻璃 简写的 对它的斧楼再进行一个调节 因为它斧楼不是在画面的正中心 所以说我们可以也相对应的进行一个调整 也是一个这个 我看一下数字第一个颜色 差不多颜色差不多 不用管它了 进行一个调整 前景的我们也调的差不多了 我们要自己做一下 这个东西 自己做一下 继续材质 这个是之前有的 我暂时先不调它 暂时先不调它 把经常要用到的一些东西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弧面 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微的标准材质 雪天的弧面 也是给它 也是给它 飞尼尔 给它 摔减 飞尼尔 在哪个地方 飞尼尔 飞尼尔 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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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个地方 还是调整一下 这些都是说过的 水的则是绿 1.333 它不要太透 就这样就可以了 照波我们也可以给上 Noise 给上照波 波动不要太强 显得很奇怪 大概的这个调节 我们先把它调节好 大概的一个调节 我们也可以把它附上 相应之前已经处理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墙面材质 这之前已经覆盖好的 这个我们接下来 再再来说 它是什么个原理 先把这个给调了 大概先把这个调了 其实我也先把它的标准材质 给它调了 黑色吧 灰色灰色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黑色吧 然后你也可以给不同的颜色 因为它是较远处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给上汽车的材质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做细一点 给上汽车的材质 汽车它具有的是一个车漆材质 汽车材质 看这个颜色我们可以相应的多整几个颜色 第一辆车 可以稍微灰一点 第二辆车黑一点 第三辆车 红一点点 保护度不要 深色一点点 符合当时的一点气氛 都是可以的 深一点点 红一点点 因为血景嘛 我们不要做那么尖艳了 大概是这个样式就可以了 不需要过度的去调剔它 我们大概看一下玻璃测窗 上面成虾 我把它押出了 耳朵 拿久 乎